音乐节 上世纪80年代末 电子音乐节从欧洲传向世界 DJ制作出适合跳舞的音乐 并在音乐节上演出 带动观众一切狂欢 世界顶级DJ拥有几十万到上百万的追随者 他们可以为了自己喜爱的DJ 去任何地方 他们的端场演出 创造出一次次的票房神话 因此演出费用也高于音线演员三到四倍 沈海征说服自己的学员免费演出 同时也降低了亚洲第一DJ杨振龙的费用 作为亚洲电音教父 杨振龙曾在1986年创作出河东盟式跳舞CD系列 销量一度达到四百万张 无数音线歌手邀约 乐迷超过三十万人 而这次愿意降低费用演出 他是为了解开自己多年的一个心结 杨振龙曾经用两年的时间制作了一首天安门 这首乐曲红遍欧洲 却无法在中国得到认可 那我都尝试过在08年去将这个音乐 推给奥运会作为一个奥运会里面的歌曲 但是后来奥主委回复我 说这个歌太前卫 我都想过去放弃去不做音乐的 这一次是第一次在乐都圈里面去放这首歌 还有深场去玩这首歌出来 所以我都蛮期待去看他们上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这次在乐都圈里面去放弃去不做音乐的 筹备了一年的音乐节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落幕 乐杜娟作为首届电子音乐节 电音在中国未来的发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我们在乐都的发展 比赛的音乐节 那一天很小的小时 我们在乐都在乐都位 的音乐节 你不想说